今天给大家整一部战斗民族的抗德神剧 通过刚才人体瞄边的枪法 你就能知道这部电影有多杀雕了 阿韦是苏联的王牌特工奉命前往德国卧底 代号007托洛夫斯基 刚到德国 他就非常自然的掏出了自己的间谍证 幸亏的眼疾手快 赶紧掏出红包贿赌 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接下来 他又面临严峻的第二关 现在 只要通过元首大人的面试 就能顺利打入敌人内部 元首的面试总共分五步 经理的角度必须是三根铅笔 每天要洗头 不能有头皮屑 耳朵里不能有耳屎 口腔健康 没有蛀牙 最重要的是 不能留指甲 成功应聘德国高层 阿韦立刻展开了工作 潜入指挥官办公室 用右盘拷贝提防文件 就在这个时候 指挥官走了进来 阿韦第一时间逃到窗外 这条淘宝路线 绝对不可能有人怀疑 因为这是官方的指定地点 度过了愉快又和平的一天 阿韦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众所周知 做卧底是一份压力非常大的工作 一国他乡避免不了的想家 一杯福特加配上一根酸黄瓜 想起了家乡的卡丘莎 再看看家乡的天气预报 顺便练习一下自己的传统手艺 第二天 苏联空运来一个女特工 虽然她没带降落伞 而且还给地上砸了大坑 但是没关系 女特工自带的安全气囊 安全指数非常的高 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筝 这次秘密的见面 引起了敌方的注意 双方立刻开始了紧张而又激烈的战斗 在阿韦的帮助下 小美成功混入了德军内部 为了欢迎新同事 元首大人提议玩一个游戏 盲人摸像 小美就是盲人 至于像嘛 看过蜡笔小心的都懂 凭借着两个人的默契 小美平无识人 瞬间就找到了阿韦 甚至还跳到了上面 玩起了蹦蹦床 凭借着阿韦坚韧的身体素质 小美直接飞上了天 和月球肩并肩 从此两个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一天 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武器 据说可以媲美原力光剑的威力 但是他觉得纳粹已经快要完蛋了 就表明了身份 表示可以协助他去苏联 而他们的谈话 被德国的情报官窃听到了 他们派出了第一杀手 金刚腿 然而阿韦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 不愧是金刚腿 铁头弓练的是刀枪不入 但是金刚腿再强 也是有弱点的 阿韦直接用电焊 给他做成了金刚骨灰盒 身份已经暴露 阿韦来到了秘密的联络地点 向老特工哈罗兆寻求帮助 哈罗兆向他提供了特工的拳套装备 水管前 螺丝刀 板板的电灯泡 并且告诉他一个情报 说他的助手小美 因为身份暴露 已经被敌方抓住了 此刻正在接受残忍无比的拷问 阿韦挟持了敌方军管 命令士兵们丢下武器 而被抓住的小美并没有受伤 只不过是换了个发型而已 再次相见的两个人 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感受 当时就撒起了狗粮 而敌方军管也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人质的自我修养 此时小美想起了自己的发型 正所谓 头发就是女人的命根子 她立刻冲上去 和敌方的拷问管打个你死我活 两个人从泥潭水脚 打到了枕头大战 有这样的好奇看 你让我当人质我也乐意啊 为了能逃出敌方的包围 阿韦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她绑架了元首和她的情妇 然后剃接了她的胡子 伪装成他们的模样 成功逃出了本部 本来想打车去边境 结果出车要价太贵 还好小美机智 选择了后面比较便宜的车 德约也非常时序 在他们开车后 及时的追了出来 但是要通过边境也不容易 需要进行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案件 但是在美貌和金钱的双重诱惑下 他们顺利通过了案件 就这样 他们大摇大摆的走出了敌方边境 作为一对完美的特工 阿韦和小美的任务办法非常出色 但是就是疏忽了一件事 从来没有发送过情报 国家认为他们叛变了 直接发布了通缉令 没有办法 两个人只能继续逃亡 两国士兵都要抓捕他们 最后就互相打了起来 根本没口管他们 阿美和小美逃出生田 过上了没羞没少的幸福生活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友情提示 请把它当作一部纯粹的喜剧片观看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不要你关注 么么哒